秋天到了就是吃大闸蟹的季节 但是今年的这个大闸蟹产量减少了 所以不只是价格上涨了两成 而且市面上还出现了品质不一的大闸蟹 可是现在要怎么样吃才安心呢 就业者突发奇想了 他们定做了这个防卫的商标来追查货品的来源 而为了要让大家印象深刻起见 这个防卫商标呢 还特别加了他的大头照片当做标识 你看这个蟹黄这么饱满你看 鲜美饱满的蟹黄令老涛们忍不住想大快躲一番 但等等消费者到底看到什么 张着大大嘴巴有些哭笑不得 绑在每一只大闸蟹身上的防卫雷射商标 一张身份证才看得到的大头照片 戴着眼睛的男子表情有些严肃 冲着你猛瞧 其实这张照片的本尊就是它 上面也有流水编码 就是说我们对人家最有这个态度 为了和阳城湖大闸蟹 较高下特别砸了十几万 制作专属的雷射商标 要有特色令人难忘 就一定要加入这张个人大头照了 人家收到螃蟹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事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大闸蟹是出到哪个客户的手上 今年因为数量减少大闸蟹每只价格几乎上张两成 身价不菲造成市面抢货凶 出现品质不一的大闸蟹 业者说要证明品质绝对有保证 因此特别绑上了防卫商标 还得加上一张业者个人大头照片 才能让消费者印象深刻 倒是消费者看了反应不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梦辉 彰化 采访报道